我们刚才讲 这个 中国经过两大外来政权 在这里就产生了 禅宗被迫害 中国国教被迫害 那新的外来政权 援朝呢 就要统 因为他援朝统治中国 那他们也要控制中国的民心 那也要收编中国的宗教 那以佛教来讲 这个援朝就引进了西藏 藏传佛教 那藏传佛教 很多东西一进来 原来的中国的佛教的东西 就开始直变量变形式改变 包括你们现在 在台湾一直在介绍 关宁的来源你知道吗 关宁就是主庄王第三个女儿 因为怎么样 被那些神话有没有 我告诉你 那个就是彻彻底底是属于 岩朝时代外来文化编出来的 你们知道 打火叫什么 怕会 会怎么打 打电话 那个台湾说怕电话 那个字怎么写 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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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怕怎么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 因为外来文化比重禄的 有乎乱法以来的这些东西 把原来中文化的其实不是打电话 是拨电话 拨那个字 一个花加一个手提糖 这代译叫做怕 怕会是三点水加一个花 是拨 怕会 然后来这变作啊你来啦 原来的古典的中元的音都是很很 每一个字每一个字 这些字迹都是很典雅 都是有根迹 像诗经 那个行才啊什么啊 还有啊 这我叫请传道法师来讲就好了 是这样 在那个原始进来的时候 带进很多包括对冠音的这个东西 那你们如果要了解台湾马祖 台湾假设不是因为真成功的话 现在马祖信仰还能不能存在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为什么必须要创造马祖神话你知道吗 因为那是在北宋末年 有两个皇帝 其中一个皇帝就是被金兵给他抓紧 金兵只有为谁 尘之恨何时何美 那有个语尘 你看看我们这些人都会去结佛不不不 神经都会去结佛 那个就叫做气 我們都有那個東西 我們都有那種東西 那裡面其中的宋徽宗 這個皇帝是個才子 你看他在寫書法 在吟詩作對好厲害 但是他偏偏就是不應該當皇帝 搞光光政策下去就完蛋了 以後族也是一樣 這些宋徽宗、宋仁宗 他信什麼?信道教 宋徽宗在1119年下令天下 所有的佛教的廟宜 佛叉就是佛寺 你知道在閩南人 把佛教的這些寺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閩南人 叫做羊 羊 閩南人叫做什麼? 閩南人 那群是有什麼? 有一個廟宇 這什麼羊? 因為閩南人所有的佛事都叫做羊 閩南人 在每一個地方 但是呢 這個 這一位皇帝 宋徽宗 1119年 下令天下 所有的佛冊改成 道教的官公 萬後公 下令把釋迦摩尼佛 改叫做釋迦天尊 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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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大釋 大釋 所有菩薩 叫做大釋 因此 你們現在也跟著 笨笨的在拜 在講 觀音大釋 OK 這樣通話 那就是在對那個時候 佛教說 改到外國去 然後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是 釋裡面和釋迦摩尼要穿道袍 要手拿那個一毛棍 然後頭戴道冠 那是這樣來的啦 那在這個時候呢 所有都是灌符 那你 你灌叫你道士 尼菩呢 改成你德 在這個時候 起地 如果你不從 你就要 好代表 政府不 不花給你執照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呢 閩南的 這個 馬祖道一的禪宗 這個系統 為了要 起得 能夠在 中國的閩南土地上 繼續傳承華嗎 不得已 他們只好呢 他們只好呢 把這個禪宗的最精華的東西 創造了一個 林末良神話 你知道 112年開始 創造一個林末良神話 於是呢 這個觀音呢 就 弄一個馬林末良出來做代表 那觀 這個時候呢 因為 禪宗的華裏裡面 有一套 觀音有一個主體在 那今天環境變化了 我映現出適合這個環境的 叫馬祖 所以馬祖就是 映現觀音 明白 這一套東西很管用就是 日本人哪來統治啊 我們就映現天造大帝 大神在前面 河蘭統治了 我們就映現基督 在前面給人家拜 哪一個皇帝愛觀光 就被觀光出來 主要後面有一尊 觀音不作戰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叫映現 映現 那因此呢 閩蘭的這個民族信仰裡面 就暗中把禪的華燈 包裹在裡面 也將馬祖道一 馬祖道一是一個 得到的 一個 你們知道嗎 馬祖道一 馬祖是地方吧 這是一個地方名 一個人名 一個法號等等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現在不是台灣也有一個 在外島有一個馬祖嗎 那個馬祖 徹徹底底就是馬祖道一 為了紀念馬祖道一 這個時候呢 官音已經變成馬祖以神了 在1122年 記得這很簡單 這數字你就記得 1122年 重新取得政府的喜可執照 官音已經變成馬祖了 可是呢 自從形成這之後 一千多年來 這個官音啊 這個馬祖 就再也沒有偷下道袍了 你現在在拜 你現在在拜 是1122年成立的 應憲官音叫做馬祖 那你會說 哦 怎麼樣 那個道教的就會罵 我看那天還看這報紙上 道教還刊登一個大廣告 裡面這些佛教的亂講 人家馬祖本來就是道教信仰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仔細給他看一下 沒有內容 那如果要把這個東西 整個禮給你看 我不是發給 對 在這一班已經花了十幾本啊 那個李業欣的那個禪在台灣有沒有 有史以來就是那一本 把它解析的最透徹 那我給你摘要出來 我把它的東西摘要出來 我簡單列明 各位聽 馬祖的天灰彈將本傳的這些神話 基本上影色的是馬祖道醫 還有姬世禪 唐印靈兆尼 你們聽過這個名詞嗎 這是禪宗史上啊 一個很有慧根的 靈兆就是誰 唐印啊 是中國禪宗史上 相當於佛陀 印度佛陀時代的唯摩戒 其實我念那些經文裡面 我覺得唯摩戒所說 那個唯摩戒根本沒有這個 那個只是用來提醒佛教徒 警惕佛教徒 因為唯摩戒被形容成為 僅次於佛陀 其實我覺得他跟佛陀 是不相上相 他是用來提醒 那他所有佛陀的弟子 沒有人敢去跟他談話 因為你弄本書衣嘛 那些太厲害了 但是那個呢沒有出家 那個只是平常的記事團 那這個唐印就是中國的唯摩戒 那唐印的女兒 哇就是靈兆尼 我講一個笑話 因為這樣不會睡著 就好像講過了 有一次啊 這個二三十年前 中國開始統戰台灣的宗教嘛 台灣的麻祖就一大堆要乘著船啊 搭飛機要去返鄉有沒有 要返鄉探親啊 結果有一次就抱著 有一個抱著那個林末梁有沒有 跟你們講 不結構了吧 結果那個 那個男生 捧著神像 他心裡想說 媽祖神像要放在哪裡 又不能把它放在後悟 對吧 也不能打包 捧著捧著 我要坐飛機的時候 這樣坐著捧著 好像也不大好 怎麼辦啊 只好幫馬祖的神像買一個座位 然後呢 等到登機 人家都登完了 那個航空小姐就檢查 哪一個遊客還沒有 這個怎麼還沒有人來坐呢 於是廣播就響起這樣的聲音 李克林末梁 請趕快登機 李克林末梁 請趕快登機 這是實在發生的 在機場發生的事情 那這個林末梁他有一個神話故事 他怎麼樣海上舊親 怎麼樣在編織 那十六折的整個故事裡面 幾乎全盤是由佛經的 要講的一個一個道理所編出來的 然後馬祖要出生 怎麼天空怎麼樣 然後他一出生又不會講話 都不講話 所以叫做莫起名 馬祖的名字就叫做莫 但是在習慣上大家給一個尊稱 就加個娘 林末梁 所以你不用在那邊爭論 馬祖他的不是叫做林末娘 就看到網路上在討論這些 那這些裡面基本上是禪宗為原型 藉由道教的形式來表達 很簡單 皇帝要那樣幹 你沒有辦法 然後馬祖信仰在一千多年來 從一一二二年以來 他反映的 基本上反映的是 閩南人在朝廷的勢力校長 說起來很現實 他本上是這種經濟關係 然後馬祖禪也就是說 你們現在差不多清醒了 馬祖信仰基本上是禪宗的 馬祖道一這一個派系法脈 在試驗從宋朝以來 宋元明清以來 為了要保持自己法脈的傳承 法登不為席內 於是創造出來這個神話 然後在閩南地區大肆流行 於是就變成表面上是道教的神 那這個主結構你清楚了 那他為了創造這個神以後 也安插了很多要提醒後代的人 欸我是觀音黑 你們不要弄錯 我只是不得已必須要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他就安插了兩個千里眼順風 那不然他為什麼要創造 為什麼不用七也八也 這樣你就容穿這樣 然後馬祖禪後馬祖禮神信仰 是南宋以降整個閩南人的核心價值系統所算 更是流濟民心向背後閩南人的環學中心 那麼從歷史來看 岩朝明朝清朝的統治大潛 從來都是以籠絡馬祖來鞏固 統治 收攬民心 因此呢美宏朝代變更 你就可以看出那個朝廷怎麼樣收編這一些馬祖 你知道斯蘭打下澎湖 取下台灣第一件做的事 我前面講過把馬祖從下旁來霸凌天天上去 把寧靜王府改編成為大天后宮 前台灣重要海港派和上來蓋馬祖廟 作為情治收集中心盡控人民的思想的地點 可是你想想我們原來閩南子民是緩清的 突然之間我們的神靈竊去當助清朝來殺我們 你想想台灣人在這樣扭曲的情況之下 但是這樣的時間這樣的次數太多了 從清朝時代 你知道斯蘭要做這樣的時候 開始揹一大堆神話 師井祭有沒有 師前井祭 師郎的軍隊開到那個海 那個叫什麼海町還是海町 突然有一個名字忘掉 就一個福建的飛援的一個港啊 海町 然後呢 那邊沒有水 他就創造一個神話 他說因為馬祖放他 突然那個井冒出來可以養幾十口 然後呢 這個師郎打敗劉國仙的那一戰 那幾天的戰爭 他趕快呢 他已經贏了 劉國仙跑掉了 他趕快叫人去 到馬京 那陪我馬京 拜託請你們把馬公 拉回來寫好不好 應該是加一個馬女字堂 馬公 公改成是公殿的公 馬京就是什麼 就是馬祖道醫的 道的那個駐紮所在 也是馬祖廟的意思 那個給人家改成 馬公那個神 哪一隻馬的阿公 完全創改歷史嘛 在那裡呢 他就叫人趕快去 把那個神像 馬祖神像給他破海水 然後呢 來了以後就說 你看馬祖剛才就是幫助我們 打敗了民政這些叛傑 哇那馬祖這樣 拚到尾聲哭 都落落落 你這看看 還用不曉得 用口啊 用三個阿哥 就把它黏在那個千里眼瞬孔兒的手 你看看 哇這兩將千里眼瞬孔兒 拚到這樣 手籠碰爬 他們用這一套東西 我現在也有把這些東西 漸漸寫出來 就是說當時這種在整個抗爭過程 他們怎樣利用馬祖來 然後呢 在這個時代呢 清朝的官吏 師郎徹底利用馬祖 壯建馬祖廟 然後來台灣不但發生民主大革命 例如像最大的朱怡貴 林爽文 陳周全 蔡炳 張炳 代曹孫事件等等 那這個時候呢 清官最主要利用懷柔馬祖 四點 有沒有 神兆海錶或什麼什麼 雍正在家室整個給台灣啦 還有給閩南一帶的那個馬祖廟 一直給人家風 但是沒有人去檢討 那個風的名詞是什麼 我請問你們 你們仔細想想 馬祖本來沒有結婚 怎麼突然變成聖母 馬祖變成聖母 變成什麼東西 你把那個天后公天后 天后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變成天子的太太 蛤 我請問你 你民間的一個皇帝 有權利去要求一個女神 一個天地的女兒嫁給天地嗎 這不是亂倫是什麼東西 沒有人去喚醒這個問題耶 然後台灣的廟宇 靜香以悟 這是清朝皇帝嗜語的典額 我們被家風 大家在那邊說 我有 我有 如果說宿典忘符 這加上違反倫理道德 再加上亂倫 不是嗎 但是現在台灣的時候這些 那就是奴隸嘛 大家喜歡這樣嘛 大家在那邊說 噢 這些人 那靜香去當 當一隻 我剛才本來說當一隻狗 我講錯 如果當一隻狗就錯了 不要再侮辱狗了 所以 當馬祖信仰被清朝受編的時候 已經代表閩南 福建的精神倫理的大副朝 陳永華他們在這個情況之下 另起如照 就創造 利用 反清陣營裡面有一個叫蔡衍 就是後來改名為蔡明文 他最大專長在中國明清鬥爭裡面 他就是一向最會利用三太子 綁著什麼金 然後來反清的 這個人 後來就跟著政經來到台灣 陳永華就是跟他 陳永華華在1980年 眼看著時事已經是沒有辦法 他就炸死 假裝死掉了 然後到了狗義後 於是開創了從狗義後到柯寮 這一個地下民間反清系統 這個邦會叫做宏門 這個邦會系統 也就是運用了蔡炎 蔡明文的三太子的提黨 開始創花台灣王衛信仰 你們現在去看看 在所有神宗教信仰裡面 王衛信仰的最大特徵就是黨基特別的興盛 而黨基的那個有很多的咒语裡面 恰好又跟鴻門幫派的案例幾乎是一模一樣 重疊 那個東西是在於陳永華他們規劃出來 因為宗教是最好的逃避的掩護社 煤太 然後因為你看到為什麼宗教是最容易做從事民主革命的一個最好的保護社 全世界所有的法律裡面 只要碰到天神殿的 起死殺人也不會把它阻止性 那這保護社是這樣來的嘛 他不太大那個就奇小啊 我們怎麼說 要用這個風險 然後那一道黨基的這個模式裡面 你要知道 黨基基黨 對不對 神靈降價了 對吧 然後開始他會冠架也好 或者是講一些什麼話 旁邊 總有一個 叫做運生還是鬥頭 有沒有 因為 你要知道人的心靈 進入某種狀況的時候 開始基黨了 他有的時候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要有一個掌控 要不然這個 忽略到就什麼都能開火 啊 如陽變色 那如果比較強 比較神智清醒的黨一 那神智清醒怎麼當黨一啊 那所以要有一個 一直要有一個 左右旁邊的這個 那他們運用這一套的這個方式 就是扁蓋 來傳承 緩清復免的治癒 是透過這樣 因為馬祖淪陷了 所以他們在開創了王爺的信仰 而王爺信仰的東西呢 直到經過一百多年到1818年 正式在南昆森社廟成立 也就是現在我們所知道的 藍昆森戴天虎 那去看看那個藍昆森的那個 很有意思喔 那個我下一張再講 那現在呢 台灣的宗教信仰 你來看看 從廟宜跟信徒分布的狀況來看 越是廣大者 越是跟鄭成功開台有關 王爺信仰正是台灣民主革命運動的象征 也是明朝王國史的產物 馬祖信仰是聖朝王國史的精神代表 馬祖信仰是中國被援朝併吞所產生的宗教事業 王爺信仰是台灣明朝被清朝打敗的象征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理聽啊 你來看這些宗教信仰就漸漸出現 那為什麼現在全台灣在宗教信仰在什麼 通通不願意跟你們談這個呢 因為絕大部分現在呢 我們那什麼樣研究什麼的 基本上資源都是來自同志同志 他不能違反人 馬祖信仰的馬祖本尊正是蘭宋王國史所造就的歷史公安 台灣的宗教信仰 台灣人屬靈或價值系統的宗書 正是國難跟教難的產品 你要知道整個最大宗台灣人的宗教信仰價值的內容 是來自於國難 還有教難 所產生 而且呢 很糟糕的就是說 各位 台灣從來都是在 政權轉移的時候 台灣才出現 他是照樣來家 但是按照中國文化 就有一個很大難解的問題 留給台灣人也是到現在 經常再講了一句話 歹乾歹乾 因為中國文長強調這個宗對不對 人民要這個宗 宗要宗金超越所有嘛 好啦 那政權一旦轉變的時候 一定會有宗臣 一定會有叛徒 你們想一下 正成功的叛將叫施朗 即使不止施朗一個太多了 國民黨之前過來 有一個李立夫跑去中國 現在變成是好大牌的 而且用來這個階段 消滅台灣的最主要主謀的策略 他定出來的策略就是 買下台灣 跟施朗一模一樣 因為這沒有辦法 按照中國文化裡面 你一定會產生中間的對立 所以台灣人這樣 你看在抗爭的時候 就這樣 大肝大肝在那裡也不大肝 好 在座各位 我相信你們過去 一定有所謂統徒 至少每個人都有 你不必告訴我們 你是統徒 怎麼樣 但是我請統派的人思考一下 你面對這樣的處境的時候 是怎樣 你能不能法理 你不能超越 我以前上課呢 我就請學生表達 你們贊成統的幾首 好 贊成獨的幾首 好 OK 統徒各組一個團體 統派的去認真研究獨派的內容 然後在辯論的時候為獨派辯論 然後獨派的主張的人 好好研究統派的理由 我 辯論的時候代表統派 我把他們對掉下來 然後讓學生去辯論 喔 一個月後開始變了 這好玩 結果是什麼你知道嗎 結果是什麼你知道嗎 結果之一 大家共同承認的最大一點是 原來自己被統獨一無所知 只是被洗腦 被習慣 被親友 被護門 被自己躺被蟲 從來 他並沒有任何理念支持他去統後獨 第一天我已經跟你們講了 哪有什麼 真正的統 馬英九絕對不是統派 小英絕對不是獨派 政客只有清一色唯利派 什麼派 你要進展到 有這種內在信仰出來的 那是雖千萬人無往矣啊 有啊 有幾個 我有幾個統派朋友 無咬不及的 陳楊森就是一個啊 他有他主張的這個 我欣賞 像日本他的獨奏有沒有 將軍 等這渡河過來 我才跟你殺 你講說 現在打不是很好啊 無解 日本兩軍對戰 對方沒有援發 軍隊外食了 這邊本來可以稱聖 這一集說 不要平戰 送援給他們 哇 你講 你這麼笨的軍隊 你也可以說他笨 但是也代表一個格調主 現在呢 現在在鼓勵的是什麼 儘量下流 只要贏就好 中國文化 真正中國文化的獨術 就是這些 城王敗寇 就是只要贏就好 什麼骯髒事情都可以做出來 所以到這裡大家可以清楚囉 馬祖怎麼來的 接下來我在殺那個 你把那個台灣 再見